大家好,我是雷斯卡 自從海洛AI出零二模型之後 因為它強了很多 我之前所做的貓貓跳水 貓貓舉重 雜技 動畫打鬥也是用這個模型所造成 其實海洛AI出零二模型之前 它零一模型在控制人物表情方面都做得不錯 但出零二之後 它的效果就更好 簡直是AI演技的大躍進 所以我就忍不住消耗了一些Credits 去看看零二模型的演技 好過零一模型的演技多少 事不宜遲 我們正式去考考零一模型和零二模型的演技 女孩原本平靜的面 眼角漸漸流出眼淚 混混碎下頭 肩膀隨著撤入輕微抖動 女孩轉身面對鏡頭 眼神由空洞 逐漸凌結出狠義 後間發出隱隱戰鬥 女孩慢慢回頭 面上寫別失落 視線和鏡頭對上一刻 流露出一絲懷念與不捨 女孩眼神一半灰暗 一半閃著微光 展現想死又活的糾結 靈異模型在理解文字描述方面 確實是好過零一很多 出來的表情亦更加到位 不過零二模型當然貴過零一模型 要使用海螺零二這個模型 轉入海螺AI 連結已經放在影片下方描述欄 左手邊這個位置會見到影片 點擊影片之後 就會進入這個頁面 上方可以選擇 image to video 或者test to video 我之前的貓貓跳水 就是用test to video 輸入這個提示詞 下方這個位置選擇 02這個模型 這個位置可以選擇不同的resolution 當然1080會消耗多些 credits 完成之後 點擊海螺就可以生成影片 如果想圖身視頻 上方這個位置選擇 image to video 上傳圖片 我上傳這張圖片 再輸入文字描述 一樣都是選擇 02這個模型 選擇時長 resolution 然後點擊海螺就可以生成 這就是他出來的結果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動畫 也可以去看看這個Oscar 因為他也做了很多這類型的影片 還有提示詞 這個龍珠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又或者這個 所有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欄 如果覺得寫提示詞很複雜 也可以用他的agent 我們回去首頁 這個位置會看到agent 點擊agent之後 我們會看到他有很多template 這個是貓貓打籃球 我之前試用他的agent 選了麥當勞這個template 上傳這張狗狗照片 提示詞也不用寫 他還會自動幫我脫上黑色膠袋 做了這條影片出來 要使用這個agent 非常簡單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template 我選貓貓打籃球 然後下方這個位置 點擊try now 這個位置上傳圖片 我就上傳這隻狗 點擊箭咀就會自動幫你生成 什麼都不用做 不過他就會消耗你33個credits 他每一個template 都會消耗不同的credits 有些多些有些少些 我就用這個來示範 點擊箭咀 然後他所有事都是自己做的 你什麼都不用做 他會自己幫你分析 然後最終幫你做成這個影片 不過因為我上傳的照片 是有個黑色膠袋 所以其實他都很難去估計我隻狗的樣子 對於一些不太懂寫提示詞 黑落AI分為免費版和付費版 我之前試過他新註冊 會one-off給你500個credits 而這500個credits 是可以生成02模型的影片 不過三天之內 你要用這500個credits 過了三天之後 就會消耗了credits 而新註冊用戶的500個credits 他雖然可以生成02模型 但是生成的速度會慢很多 他付費的話 只是max這個才可以用02模型 今次教學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這個教學對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你的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教學 最後記得Like、Comment、Share 去鼓勵我繼續拍片 拜拜